我说八万四千法门 第一步都是为了降服我们这个身心 当降服身心以后 他是为了拿着这个身心去使用身心 让他做一些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的一些事情 因为身口意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人如果碾自己的身口意 就降服不了 免谈合作 免谈成就 但是有些人 他能够管住自己的身口意 修了一些福报 接了一些善的资源 在世间上有所成就 成就一些功名利路 然后他就对自己的功名利路 抓在手里 沾沾自喜 自以为是 然后就生起功高我慢的心 所以我才告诫自己 告诉大家 其心无助 心不要住在自己的业绩上 那么如何不住在自己的业绩上呢 那就是我们心里面这点明灯 要时时刻刻 要亮起来 当一个人心灯亮起来的 明心见性的 对自己以往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住了 都不执着了 你会发现 这个红尘和极乐世界 它也是一样的 烦恼和菩提也是一样的 圣人和凡夫 它也是一样的 但是所谓的一样 你必须要经历完了以后 才有资格谈一样 你没有经历完 你所谓的说一样 那就是诗人牙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